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讲蓬佩奥的讲话,蓬佩奥有个演讲,今天下午4点半 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这个演讲其实 昨天就已经公布了,公布他要做一个演讲,很重要的演讲 那么这个演讲是川普总统安排的一个 他的四大金刚,这个四大金刚出来做的一个对华政策的一个系列演讲 那么蓬佩奥是第四个,那么前面是谁呢 前面有四个就是 哪四个呢,我读给大家听,一个是 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那么第2个就是这个 第2个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那么Rain 这个还有个司法部的部长,第3个是司法部的部长 巴尔 那么川普总统的前战略,首席战略顾问 班农把这四个人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 这个川普总统的战斗理事会 四名反共骑士 认为这四个人是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所以 那么之前呢就讲了,之前他们三位讲完,那么今天就到了这个 蓬佩奥,美国国务卿 那么在这四个人当中,蓬佩奥的讲话更重要,因为他是国务卿 国务卿是制定对外政策 那么当然,相当于外交部 但是美国叫国务卿 那么他的讲话,因为中国当然是属于对外事务,那么所以他的讲话更重要 那么所以大家都期待,期待蓬佩奥出来讲话有没有什么新意 那么这个讲话非常强硬 毫无疑问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最强硬的 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宣誓,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强硬的 一个这个对华政策的宣誓 那么我总结了一下,有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我都 简短的说 第一 中共是马列政党 那么习近平信奉独裁统治 那么中共的是对内镇压对外威胁全球的民主自由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不会继续过去的对华政策 要联合 盟友对抗中国 这是第2个 第3个 美国当年促使苏联解体 那么对付中共的暴政也会成功 这是第3个,第4个 要支援中国人民改变中共 总共是4点 那么这4点 那我大概的把这演讲里面的一些,我觉得还是有些精彩之处 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么这个演讲的题目是 共产党 共产 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 那么蓬佩奥说 2020,2022年 是什么呢,是尼克松访华 中美关系正常化50周年 那么 那么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 肯定不会成功 我们也不会继续这么做 绝不能恢复这种模式 那么 蓬佩奥说,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反映出 他数十年来渴望 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全球霸权 我们不能再忽视两国之间 根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中共从来就没忽视过这一点 那么蓬佩奥认为 习近平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者 这种思潮早就破产 相比任何敌人 中共更害怕中国人民自由诚实地表达 他们的心声 美国必须和中国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并且支持他们以力量 那么 蓬佩奥的演讲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列举了 中国种种破坏全球民主秩序的做法 他说 今天的中共对人民越来越专制,对自由世界越来越仇视 他呼吁 美国的盟友加入和美国一道 和中国人民一道 改变中共的行为 他说 我们全球的自由国家 必须以更有创造性 和自信的方式 引导中国共产党改变其行为 因为北京的行为威胁到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繁荣 那么这个演讲里面 最要害的是什么 其实 虽然在这个演讲当中 有很多很精彩的句子 而且 美国人演讲和中国人演讲不一样 中国演讲开中药铺123457890 自己画好重点给大家 美国人的演讲不一样,美国人演讲 他尽量的把文字呢,把这个要点 放到文字里面去,让大家去理解 那我自己理解呢,这个演讲有两个要害 第1个要害是什么 第1个要害,他把中国人民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这在西方世界很少 非常少 西方世界讲对华政策就是对华政策 是国和国之间的关系 讲这种关系,更多的讲这种国跟国之间 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等,从各个角度来讲 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关系 你讲对外政策 通常是从这个角度切 那么讲中国人民这件事情,把中国人民在这个演讲中放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很少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这篇文章 肯定有中国人的成分 为什么 中共就是窃取了中国人民的名义 你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加上人民,以人民的名义来 做他们独裁的事情 那么蓬佩奥把中国人民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这叫釜底抽薪 这叫什么 就是 把这种正当,中共的正当性 给从底下挖掉 这是个非常 这是个非常凶狠的招数 非常凶狠 这是从道义上 就是解决在中美关系当中 美国要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问题 就是 蓬佩奥把中国人民拿出来讲 他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中共其实为什么一直要 盗窃人民的名义的原因,也就是 要占据 道德的制高点,为什么 国家的存在就是解决人民福祉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福祉,这个国家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个中共其实很明白,很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一直 盗用人民的名义来行事,原因就在这里 蓬佩奥在他的演讲中,把中国人民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他就深深的明白 他就了解到 如果要跟中国对抗,要对抗中共 就要把中共和中国分开 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对立起来 这就是事半功倍 然后他就站到了 道德制高点上 这就是这篇演讲的一个 我认为一个要害的地方 他真的是 明白 从这个演讲你就知道 写这个演讲稿的人 真的是 真的了解中国 知道了要害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 先抓住了什么 先抓住了道德制高点 这是第1条 第2条 文章讲过要改变中共,改变中共有很多层次 很多层含义 有改变中共的行为 有改变中共的身份,有改变中共的地位等等 当然 改变中共的行为其实 演讲中其实已经讲过 讲过什么呢,讲过这个 中共一直在欺骗 那你怎么改变他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 所以其实如果把中共改变中共行为拿掉的话 你剩下就改变什么 改变中共的地位 这改变中共的地位意味着什么 那就想象空间就非常的大 改变中共地位可能就不是执政党,如果他不是执政党,可能就推翻中共 这个就不一样 在以往的对华政策当中,西方国家 都避免提一条 推翻中共政权 都没有提过这样的证 但是冷战时期,冷战时代 西方国家是要推翻 苏联政权的 这个大家看到差异在哪里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西方国家 中国跟西方国家 在对垒,在对抗的过程当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经常出现的问题,实力悬殊,特别是美国 中国跟中美之间 实力差距这么大,但是大家也没觉得美国有多大的优势,感觉 我讲的是感觉 为什么 美国没有下最狠的招 其实对美国来说 他要对付中国最狠的招是什么 如果美国制定的所有的对华政策,只针对一条 就是推翻中共的政权 如果他把所有的 所有的政策聚焦在这一个点上的话 那他的对华政策 是有史以来 最强硬,最有效率的政策 如果不是聚焦在这个点上 你无非是 我们叫这个火力覆盖 一平方公里 火箭炮一平方公里 没有不精准 按照这一平方公里,什么都打掉了 什么都没有 一片 一片焦土 那是 就是如果你把他定位 定在中共的身上的话 那就不同了 西方的国家很少制定这一类的精准的政策 如果他把这个政策定位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它是最有利的政策 到目前为止没看到 到目前为止没看到 蓬佩奥今天的讲话讲了要改变中共 但是他没有讲清楚什么样的改变 什么形式的改变 怎么样改变,没讲 但如果通过这个演讲 如果 美国的对华政策 他已经 现在已经很清楚 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中共是中共 我们要讲清楚,这分开 那么中共里面有 习近平是习近平,中共是中共 中共党员是中共党员,中国老百姓是中国老百姓,他把这个分开 既然你可以把这个分开,你为什么可以把中共 中共政权 和中国分开 如果你把这个分开的话 可能 事半又功倍了 那就 那就真正的掌握了对付 中共的绝招了 这才是最最核心,最最重要的 如果美国没有制定一个这样的 对华政策的话 他仍然是 他当然 当然以美国的国力,没有疑问,他不会输,他一定会赢 但是其实他不需要用这么大的力量 他把力量聚焦在中共 中共政权上 可能效果会不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演讲 这个演讲我觉得还是非常 非常有文采,也非常有生气,很生动的演讲 生动的演讲 那么 川普总统今天又有个新闻 川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 就是同时 这边是蓬佩奥在做演讲,这边这个川普总统 开记者会,然后他跟记者说,说什么 说贸易协议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了 意义不大,然后他还问记者,你听懂了吗 我是听懂了 那么实际上 川普总统是告诉大家 那么 我已经把 贸易协议放下了 贸易协议放下了 大家不用担心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澄清这一点 他当然要澄清这一点,他现在要其他人参加 要盟 这个盟友参加他的行列 他不把他的 大家的疑虑 搞明白 他怎么能够 说服大家参加 他的队伍呢 所以他必须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川普总统出来把这件事讲清楚,讲明白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 川普总统的这番讲话 就是为蓬佩奥的演讲做助角 非常有力的助角 没有川普总统的这个助角 蓬佩奥的讲话 老实讲没那么大 这个力量没那么大 有川普总统这个助角 蓬佩奥的这个演讲 就非常有力 那如果他能够把这个焦点 再聚焦到中共政权上面的话 那就顶呱呱了 那么还差一点,还差那么一点点 那么这四大金刚 这个 奥布莱恩 FBI的这个局长 瑞 还有就是 司法部长巴尔 这三个人加上蓬佩奥 他们四个人的演讲 对华政策的演讲 其实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呢 构建了白宫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全貌 那么他轻轻非常清晰的展示了什么 川普政府 对华政策 与历届美国总统 完全不同 他有更广阔的 视野 更 更开阔的这种历史感 而且非常了解中国 非常有针对性 我认为现在 白宫的对华政策 就丰满起来了 我对这个 我对这个目前的这个对华政策 我觉得是有力而且清晰 明白的 所以我觉得 下一阶段 大家就可以去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 就后面的 陆陆续续就会发生 陆陆续续我现在就很有耐心了 我已经被很多网友 耐心的多了我还做我还帮白宫做解释工作 好,那我们今天 关于这个 关于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演讲 我们就大体上讲到这里 那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我们的网友在 推特上问我 就是这个休斯顿总领馆 关闭的后续新闻 那Politico的这个报道,他们采访了这个总领馆的总领事 叫蔡伟,我之前说蔡伟应该炒鱿鱼,讲的就是他 就他们里面在里面烧文件 在 汽油桶里面烧文件这种事情 蔡伟就跟这个Politico的这个记者说 说他不会干关闭这个总领馆 他这么说,他说呢 中国现在正在抗议这个关闭令 他的办公室呢,就是他们的 这个 休斯顿总领馆的办公室 将会保持开放,直到另行通知 然后他也不愿意进一步解释,他说我们今天还在运作 所以我们将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明天发生什么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 理论上到 明天下午的4点 他们这个总领馆就应该关闭 他说那个中国已经要求美国撤销关闭总领馆的命令 中国认为这违反了 外交关系的国际协议 他说我们认为美国方面要求不符合 维也纳领事公约,也不符合国际官吏 并且违反了中美签署的领事条约,我们认为 我们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但我们也提出了强烈抗议 我们敦促美国撤销这一错误决定 这是蔡伟说的 然后这个南华早报说这个北京有可能关闭这个 美国的成都领事馆 因为成都靠西藏,所以可能对美国影响比较大 但是理论上来说,蔡伟他无权自行决定这个领事馆开是不开 这肯定是外交部的命令 这里面就有一系列的分析 我就想说说这个事 美国国务院宣布 下令这个中国要把这个 把这个休斯顿总领馆 关闭 但是他没有说 这个关闭的要求是否是包括蔡伟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要离开 那么而蔡伟他跟这个Politico说 他说他们没有说 他没有立即离开美国的计划 等等,然后就当然他否认我们搞间谍活动了,比如说 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卢比奥,他在推特上说 说这个休斯顿总领馆是 中共在美国庞大的间谍和影响力行动网络的中心节点 讲的是 讲那个间谍窝子,讲他是个间谍窝子 蔡伟就否认 他说我们没有干这个事情,我们干的都是合法的 然后他说我们是从事 就是口罩外交 那送很多口罩 到这个休斯顿,也到那个佐治亚州 反正他当然 他把这个话题往口罩上引,那就是说我们做了事情 他很正常,难道你指望蔡伟会承认 他从事间谍活动吗?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 不make sense嘛,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这两条,第一条 美国要求中国关闭 美国不能自己去关闭,他只是要求中国关闭 关闭什么呢?关闭 休斯顿总领馆 那么关闭的主体应该是谁 应该是中国 不是美国 但是他给个期限,给三天期限,也就是星期五下午四点 那么如果中国不关会怎么样呢 中国不关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美国取消 总领馆所有工作人员的签证 然后把他遣送回国,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个可能发生,如果我让你关闭,你不关闭 那我就上去贴封条呗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实际上 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干 其实我在整理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到两点 第一点 这是什么 就是 休斯顿总领馆 的总领事出来接受记者采访 说我不会关掉这个办公室,直到另行通知 直到我是收到极大的指令 也就是说 中国外交部通知蔡伟,你们先不要关 你们先不要关,你只是做撤退的准备 我们通知你关,你再关 然后他就去接受记者的访问,接受记者访问当然 这个记者毫无疑问会写篇报道出来 那么这个声音就出来之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会在 修斯顿总领馆 和美国继续缠斗,这叫缠斗 就扭打在一起 他准备用这种方式来反抗 他不是用 他也关掉一个总领馆的领事馆的方式 来回应 也就是说中国的回应的方式不是 你关掉我一个,我也去关掉你一个,因为我关掉你一个的话,你可能再关掉我一个 那我不就 这个川普总统的意图不就是想跟我脱钩吗 如果我跟你同样进行这种回应的话 那不就正好 上了你的道吗 那我不跟你的方式走 我用另外一种方式 我就让他跟你缠斗 缠斗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 我至少没装孙子吧 我至少反抗了 对吗 就是说 我反抗了,你打了我一拳,我虽然没打着你,但是我至少我比划了两下,我也比划了 至少我斗争意志还在 我向外界展示我的斗争意志 这是第1个 一个效果 第2个效果 我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我就没有 我就可以 解释我 没有进行其他反应的一个 理由了 就是我在,我已经在休斯顿总领馆 跟他对抗了一下了 所以我就没必要 去关掉 美国的总领馆,领事馆了 这不就有了一个说法 中共的其实 中共的政治是什么 中共的政治叫说法政治 你给说法 只要给说法就行 我这一仰脖子过去也行 一仰脖子过去呢 不是有的时候会 会难堪吗 就是因为这涉及到外事,如果不是外事,那都是一仰脖子过去 反正又不用跟谁解释 对吧 哪个不听话的记者提这个问题直接 拉出去 打 但是在外国,你涉及到外事的话,那你还是不能一仰脖子过去 你还得有个说法 那么我只要有说法 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现在就是让蔡伟出来 找记者 说一把 我只要有说法 我就不用 跟着 美国政府的节奏 跟着他的 思路进行了,所以你从这个行为来看 两点 第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不会去关闭 美国的领事馆 让这事没下文了 你关了我一个,我就关了一个 但是你后面的 你想跟着这个往下走 你就没有理由了呀 这个大概是一个这个思路 这是第1条,第2条 去休斯顿这个做法呢 就是也 让你恶心一下 让美国国务院也恶心一下,你再让我关 我就不关 我就到最后让你搞一下 搞得大家很难看 搞得的那种 很就是泥巴掌的那种 那种 难堪的局面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恶心你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想法 我觉得是 你我对他们的了解,我大概觉得是朝着这个方向 发展 虽然南华早报说 说这个中国可能会关闭成都,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以南华早报,第一 南华早报的记者 根本没有限 南华早报的记者,从我当记者的时候 南华早报的记者就没限 他们都是胡扯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内限 这是第1个,第2个 以现在马云作为他们的老板,他们早就已经是特区政府的 喉舌了 所以他说这个话,把这个话说出来 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事干的差不多 就是 让 让这个喉舌把这个还没干的事情 让他说出来 那个效果是什么 效果跟我已经干了是一样的 一样的效果 就是我已经干了这些,因为它会产生 回响 你干完了这些事情就会产生回响 你现在没干,找个人帮你把这话一说 仍然回响差不多,可能有点点差距 但差距没那么大 就是这样 越是这样 我觉得可能性越小 可能性就越小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只能说明第1个 中国那边有点 不好办,现在的形势不好办在哪里 就是余茂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帮美国政府 搞明白了这件事情 就是什么 中共是虚张声势的 这个虚张声势被一点破 这个戏就很难唱 就很难唱,你看现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新兴的汪文斌 汪文斌天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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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断的喊,喊没用 为什么 你那虚张声势已经被美国人看破了 看破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后面不拿出实际的行动来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怎么喊都没有用 喊破喉咙都没有用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局势的情况就是 在中美之间的对抗的过程当中,中国 非常的被动 我都经常讲 川普手里的牌 都拿不下了 都拿不完,一手拿不完了,都得放到桌子上了 那你想想看 中国手上有什么牌 没有什么牌 我看见什么 说反制英国 说反制英国什么 取消华为,用什么方式来反制英国 不转播英超了 中国现在的牌都是这种牌 就以收拾本国人民为前提 来反制对方 中国真的没什么牌 反制英国,不转播你英超 让你那个英超损失一些广告费 这叫什么级别 这叫什么反制都可笑 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前提,来进行反制对方 这非常可笑 非常可笑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 第1个 总结就是蓬佩奥的讲话 蓬佩奥的讲话是过去50年美国对华政策中 最强硬的立场 那么这个强硬的立场其中最有 最有力的注脚 就是川普总统 同时开的记者会 川普总统说 贸易协议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 就是他已经把贸易协议放下了 就是 中国 牵制川普总统的唯一的工具 失效 这是 川普总统对这个 蓬佩奥演讲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注脚 这是第1,第2 在这个演讲当中我认为最要害的就是第1个 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把 聚焦在 改变中共 改变中共 他没有具体说内涵 我觉得改变中共这件事情 要丰富他的内涵 这才 让 这个现在的美国的对华政策 更加精准 更加有力 那么第2个就是 关于这个 休斯顿总领馆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关闭的后续 中国决定在休斯顿总领馆 跟美国继续缠斗下去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不会 关闭 美国驻 中国的领事馆 有可能不会关闭 这是大概就是今天总结这两条新闻 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 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 更好的节目 我们需要大家点赞支持 请大家尽量多的点赞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大家就不要聊天,不要聊天 三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谢谢 我们今天看看 看看这个我们用了一个新的工具 看看这个工具怎么样 鸣谢一下 鸣谢一下 王琴谢谢 Lindy谢谢 Sophie蒙谢谢 基基臣谢谢 支持王老师,这段时间澳洲主流媒体和政客都有发表很多对中共 清楚认知的言论,全世界都在看清他们的面目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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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老师,支持你,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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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王先生 行事比预想发展得快 这有点像什么,大家也见过竹笋吗 这有点像竹笋 竹笋在地下的时候 你看着很长时间他不出来 但是当他一露头的时候呢 就涨得很快 他甚至有的时候会感觉像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上涨 涨大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 竹笋在底下的时候是竹笋,在泥巴里面是竹笋 长出来就是竹子 他长出来的 刚刚长出来的时候最脆弱的时候 他需要尽快的往上涨 长成竹子越高越好 他才能够不被那些动物吃掉 所以呢 他情愿在泥巴里待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 出来以后赶紧长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看中美关系 看美国的中国政策的调整 大概也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这中间也没有少被 我也没有少骂过 没少骂过,但是 大家都觉得 但是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川普总统自己的问题 就是他在 中美贸易协议上的这个摇摆的立场,让大家 对他其实是有很多疑虑 那么现在这个疑虑 至少今天 这个记者会 给大家清除这个疑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谢谢 谢谢 请王老师吃豆腐 谢谢 谢谢 小越南,谢谢,请先生喝杯清茶,喜剑小熊猫 小熊猫跟大家又见面了 Simon,谢谢 谢谢 谢谢,姥姥王,谢谢 请王先生喝一杯我们加州的 加酿葡萄酒 OPUS OPUS ONE 因为您是我们的No.1,谢谢你 谢谢你的肯定 好,我们现在讲互动 观点,看了蓬佩奥的演讲,精彩 真的很棒 希望西方民主国家认清中共真实面目 不再被蒙骗 我们后代生活的地球不能被中共污染 损害 非常好 情况,到现在国内没有关于这个演讲的新闻出来 还在滚动 还在连滚带爬捅一口径呢 他们不会报道的 这个演讲 毫无疑问 观点,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分开 挖到共产极权的根 党国一体 中国人民因此被中共政权绑架 也是中国人被洗脑的主要原因 是的 那么其实不叫绑架,叫奴役 中国人民被中共政权奴役 观点 中共把中共政权绑架 中国人民当党剑牌,被攻击的时候躲在老百姓身后 讲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 也不叫四平保卫战,四平战役 当年四野 打四平,四进四出 四平其中有一个场景 就是 这是后来的国民党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梁树荣,他自己 自己出来写书 讲 打四平的时候 解放军 压一排的老百姓站在前面 冲锋 人海战术 什么叫人海战术 原来前面是一派老百姓 最后这个 国民党 国民党部队打到后面都没办法打了 他根本就 没办法打了,全是老百姓 最后是这样,这是梁树荣说的,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引述他的话 所以这个 四平战役里面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拿 解放军拿老百姓 当人海战术的 党剑牌 你说的党剑牌,我就想起这个事了 其实我这是 看资料,因为准备这个 习近平不去四平吗,我看的资料看到,这里跟大家说一嘴 观点 从前不认识蓬佩奥,经过半年的观察 他的 他的学历才干都令人敬佩 我自己虽然是民主党人 但爱才是不分党派的 好吧 希望他多能为美国做贡献,好的 这个网友就很有 很五胡四海 我觉得这个很有心胸 观点,蓬佩奥的演讲应该会很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对华政策 看来中美关系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 战争不至于发生,但是脱钩势在必行 我的看法 跟你很像 我们非常接近 情况,一早起来看到休斯顿 领馆拒绝离开的消息 太新颖了 可看出中国心里是多么的不正常 赖子不关,画面感是赖在地上 撒坡灯腿 北京话叫做地炮 中共外交部说不会撤出休斯顿领事馆,面对 对此无赖,请问王先生 美国能怎么办 能派兵强行进入吗?谢谢 我刚才说了 第1 肯定是查封嘛,就是关闭嘛,关闭,如果你不关闭我就查封嘛 就是我最后会派警察去 就是接管 这块地方 这是第1个,第2个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签证全部取消 一取消的话那你非法逗留,非法逗留就遣 遣返就好了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对美国政府来说,就是说 他做一个,如果他想达到他想要做的结果 不就是这样 这两个部分吗 第1个部分就接管建筑物 虽然 我画给你的那块地方,虽然讲是讲你的领土 但是当我收回这块土地的时候 你就没有这块领土了 所以这个 应该中间还会有一些 法律上的程序要走 要走这个程序,我觉得 中国可能就是 抓了这个 这个程序的 这个程序不一定很快就办完 就是有点,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就是耍赖,给你耍赖 打泥巴战 观点,休斯顿总领馆到时间失去领馆地位和外交豁免权 美国把外面的保安一撤 接下来就不涉及国际法的范畴了 非法占领土地 警察局 警察局,移民局 和地产公司推赌机就来了,我觉得不一定会做到这么极端 把人赶走不就行了,很简单 把签证取消 人一赶走,所有的事情不就解决了 不复杂,我觉得并不是很复杂 观点,南华早报报道 总领馆 这样嘴硬,非常蛮横,也非常好笑 当时在中国拦轿子喊冤吗?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去美国领事馆 看见门口站岗的哨兵,一身肌肉一脸严肃 虽然他没有拿武器,你也知道那是保卫国土 毫不含糊的 中国领事馆敢不关闭,等美 美国军队来接管 一到面对面,他们一定认怂,看着吧,一定是这样的结果 观点 听一个朋友说 针对休斯顿总领馆坚持不测的盯出户态度 建议美国对领事馆断水断电,周围挖坑 往领事馆里面扔舌佩服 我觉得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就是我说的,很简单 把这个签证一撤 所有的东西都 都搞定了 观点 不关真的太不体面了,有失国格 观点,前几天刚出版的《习近平治国理政》 中共党媒报道,说南非某政要称赞该书像黄金一样珍贵 接着就召开世界政党大会 吹嘘拍马之声响彻全球 现在只有王毅一个人鼓吹习近平外交思想,朋友变天下全部见 提问 在社会主义阵营被群起而攻之之际,中俄是否有可能结成联盟 应对西方国家的打击 你把俄罗斯的智商想得太低了 美国现在集中力量打击中共,他会跟中共站在一起吗 你想一下 俄罗斯什么 俄罗斯的国徽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双头鹰 双头鹰,俄罗斯的国徽是个双头鹰 这边看到 亚洲,这边看到欧洲 俄罗斯人很厉害的,在这些问题上他非常的清楚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跑到北京跟他站在一起 那子弹不长眼睛 提问 美国驱逐中国 修寸总领馆,为什么连续两天新闻联播没有报 请王先生分析,这不需要分析啊 这种不好听的事情就不报了吧 但是 新华网跟人民网都有 都有在底下有 但是就 新闻联播没有很正常 新闻联播就是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非常好 第二件事,他们很坏 基本上就这样来 我们很好讲80% 他们很坏讲20% 基本上这样 提问王先生,今天中国方面表示有可能不承认英国的BNO护照 请问中国不承认BNO护照有什么操作 难道限制 BNO护照持有者出境吗?谢谢 中国说不承认BNO护照 中国从来就没有承认过BNO护照 就是 中国在 香港回归 前后 到现在为止 从来就没有承认过BNO 中国是很不满意 BNO 英国给BNO给香港人的 所以他就从来没讲 他承认这个护照 这是第一 第二,香港人进出 香港 都是用身份证 不用护照 所有的香港人有香港特区护照 你用特区护照也行,用身份证也行 你可以进入,进出香港 你进中国 用回归证 也不能用身份证,只能用回归证 那么你想一下 BNO护照根本就不能够在,不会 在香港使用,也不会在中国大陆使用 跟你承不承认有一毛钱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讲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他只是个做姿态 这就是中国的做法 然后 不让香港人持BNO入中国,这个就是给国内人看了自嗨 就是这样 没有 没有意义的 观点 美国说 休斯顿是间谍枢纽中心 美方是给中国政府面子,没有公开信息 叫他们关闭之后赶紧撤走 否则按照间谍抓人 美国出手前有证据在手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 中国那边肯定是嘴硬之前肯定悄悄的已经安排人跑了 这不是在包机吗 大家记得吗 我在推特上看的 中国现在在包机 说是留学生回去 说要包机 现在 这个时候为什么包机 不是五个一吗 现在突然要包机什么情况 他不是撤人吗 对吧 FBI也好,CIA也好 不都在那等的吗,张的口袋等的吗 你 顺顺当当也就算了,你要是不顺当 拿几个出来,抓一两个 在媒体面前把这个证据摆出来 不都 马上 打脸吗 是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美国呢,现在已经 不想 跟他玩游戏了,不想 不再去理会他的虚张声势了 当美国 点破他的虚张声势的时候 这些游戏,很多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包括这个休斯顿这个 我觉得已经玩不下去了 只不过 他为什么玩不下去还要玩的原因 就是他不想去关美国的领事馆 讲到底就是这句话 就是很难看,这件事已经很难看的 已经自己玩不下去,自嗨都没意义的 所以 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观点,我昨天看日本育儿频道 视频 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曙光 墙内人觉得只要孩子过得好,自己苦点泪点没关系 这反应孩子 这反应孩子将会是一个突破口 我呼吁所有翻墙的同胞们 请曝光国内所有教育问题 海外的同胞请多多翻墙到国内传播 海外教育环境,人文意识成果 形成主流舆论,造成一个巨大的 落差效应 我相信他们会因为孩子而团结在一起 这是一个让中共感到恐惧的突破口 我觉得你的这个 这个心意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因为中国人对下一代的期望 望子成龙啊 在 孩子的身上 抱有很大的期望 那么 通过这个 作为一个突破口,可能是一个 非常美好的愿望 美好的愿望 但是 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做,我觉得没什么坏处 但是你要记住一条 中共从来没放过孩子 从幼儿园开始 都没放过 从幼儿园开始洗脑 所以 怎么说呢 反正大家 能做一就做一,能做二就做二,好吧 我的想法是这样 观点,好多海外五毛 还要分裂华人,让港台不要管大陆的猪 让大陆不要管港台的反贼,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华人要团结一致反共,非常正确 情况 新西兰两华人异见人士,在奥克兰去惠林顿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两人去惠林顿参加 听证会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我已经知道了 昨天已经知道了 观点 中共就像癌细胞,不断地吸收中国的养分 扩大自己,让人民渐渐枯萎 以前的治疗手段类似化疗 无论治好,好的坏的全部杀死 中国人民也无奈受损 现在是靶向治疗 直接针对病原,消灭癌细胞 情况,前几天 和在澳洲的老移民吃饭 他们国内的朋友在恐慌性的 转移资产 国内的外汇黑市已经形成了,这是吗 这个是新的新闻 我关心一下 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报告 提问,王老师你好,在护身上市的中国军工企业 到底是什么鬼,特别是像航天领域的 他们真的有产品或者是 服务产出吗,他们真的有利润吗,我感觉这些公司 纯粹就是政府投钱,基本没有任何产出 财报全部是造假的吧 军工企业 军工企业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的军工企业更没有效率的 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大概是 我举个例子 举一架 飞机,坐飞机的,飞机上面有很多仪表 军工企业 坐飞机,比如说成飞 成飞他的零部件 都来自军工企业,他不能在外面买 不能在民企买 他必须在军工 这就养军工 用什么养,用军费养 军工吃的是谁 军工吃的就是军费 那 一个这样的仪表,我举个例子,一个仪表 多少钱一个,5万块钱一个 以前的故事,不是现在,5万块钱一个 这个仪表在市场上 最好的一个,就5万块钱一个还不一定 品质很好 他只不过他很安全,为什么这军工企业做的,不会中间有什么东西 这个没问题 但是其他的 这个价格很贵 5万块钱 但是品质也不一定很好 但是市场上最好的品质,一个多少钱 400块钱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看中国的战斗机为什么那么贵 那么贵 原因是因为 军工企业效率非常的低 就是他们的产品至次价格,这是第1个原因,第1个情况,第2个情况 中国的这个军工企业 产品技术非常的落后,为什么,因为它完全封闭 它完全封闭,它没有对外竞争 当它没有竞争,它为什么要进步 我很多同学都是做军工的 我是军工子弟 出生 所以 我对军工非常的熟悉 所以全世界最落后的产业 就是中国的军工企业 他们如果不是军费养着他们 他们一天都生存不下去 一天都生存不下去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政府投不投钱,政府不投钱 但是其实那个钱也是政府的,什么钱 军费 军队下订单 今天 今年 100个导弹 500个鱼雷 30架飞机 导弹,只要卖掉了两颗导弹 这个月的 奖金有了 再卖两颗,这个月的奖金有了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中国的军工企业就是 就是这么昏日子的 所以它 财报造假,财报不一定造假 不一定造假 它的假在哪里 它的假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它整个系统是 虚幻的 就是没有竞争力的 完全是靠军费养着的 所以中国的军费的利用率不高的原因就在 情况,两辆挂有红色外交车牌的豪车 7月4日,因在加拿大高速限速100公里的路段 超速到158公里,被安省省警截下 其中一个司机恳求警方不要扣车 遭到拒绝 两车被扣留7天,两个驾驶员 驾照被吊销7天,当然还会罚款,两辆肇事车辆 挂着红色外交牌照 车牌以CDD结尾的黑色奔驰越野 FBG和黑色宝马越野BX5 有中文媒体报道称,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官网显示 车主是中国派驻加拿大的领事 不就这水平吗 你们还以为是什么水平 中国的领事也就这水平 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任志强严重危机 被开除党籍 会有后续严厉的处罚吗?一定会有,为什么 因为属性不一样 什么叫属性不一样 原来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已经变成敌我矛盾了 所以变成敌我矛盾意味着什么 就是处罚起来 手不会轻的了 佩服,王老师连梁树荣都知道,博学,骑士英,梁都是老东北 和张学员不对付的中央人士,是的,没错 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中国是否有可能关闭 美国驻 港澳领事馆 我觉得 这肯定不是中国的意愿 为什么 当然,如果你关香港,他直接把女的关了 你说是不是 如果你这么一次关下去,意味着什么 不就剩下大使馆了呗 或者不行,大使馆改成代办级 中美关系不就脱钩了吗?这不就实现脱钩了吗?中国怎么会想脱钩的事呢 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中国现在在这个时候会干这种事情 观点 全国各地猪肉价格出现上涨态势 7月份全国猪肉平均批发价47.75元 同比增长101.92% 47 又回到高位了 猪肉价格肯定会带着通货膨胀 肯定会带着通货膨胀 坐标加拿大,情况,听说24小时前有两名 两名中国驻休斯顿使馆的男性官员向美国政府请求庇护 这什么意思 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源头 这个要消 有说法,昨天就有说法 但是 没有新闻源头,所以我就没办法说 观点 激动激动,不好意思,按捺不住,最近心情实在太好 每天都花大把时间跟新闻,上帝保佑自由民主法治 保佑老百姓 好的 好吧 鸣谢 谢谢 王先生讲太好了,请喝咖啡,感谢 谢谢 王先生主张对国内网友要宽容,让我很感动 请教一下你,很多海外华人经常使用字骂人 的血音,我感觉很不舒服 我是太敏感了吗?谢谢 有的时候呢,跟五毛吵架 会讲一些这样的气话 我觉得 也可以理解,有的时候互相骂起来 相骂无好口 会是这样 所以我也请大家尽量的 就是我们尽量的 考虑一下 墙内的网友的感受,互相体谅 我们才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好吗 所以 我才会做出 那天做出这样的呼吁,就是墙内也好,墙外也好 我们网友尽量的互相宽容 好吗 谢谢,今天是个好日子,请王老师喝美西 喝咖啡,谢谢 提问,请问王先生现在怎么看川普 我觉得现在川普的表现 其他我不说,我只说中国政策,我支持他的现在的 对华政策 我认为现在的对华政策很到位 好吗 谢谢 谢谢 中国反制英国,威胁不承认港人的BNO,两个字 呵呵 OK,我也跟你说,呵呵 谢谢 请王老师喝一杯,谢谢 谢谢 谢谢 王先生,王老师,最近您的预言一个个在实现,真的是一个好厉害的 Visionary 在你身上学到如何用基础常识做判断 请继续加油 做更好的节目,激励大家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你,谢谢你的肯定 谢谢 今天看到日本现代Business 讲 近期间隔海域,中国公船的事情 标题是,习近平的暴举停不下来 担心以后会出现绑架日本渔船的情况 感觉日本媒体逐渐对CCP 比以前有更大的担忧 这个正好 我觉得这个正常 因为大家知道 媒体运作是这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开始有点警觉,当这个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些反响 然后当它达到某一个度的时候 媒体就翻译了 媒体就翻译了 就是这样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星巴克芒果火龙果饮料 看您的直播回放,那个广告加的是最多,OK 好吧 谢谢 谢谢,这算是铁幕演说2.0吗?在我印象中 这是美国官员过去40年中 第1次 提出要防范打击,乃至改变中共政权 而不是拥抱中共,这是质的改变 谢谢王老师的播报喜讯 真是开心,令人开心的一天,谢谢你 提问,温家宝在2012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倒比 他还有一句话 取得的改革成果也会失去 还有一句话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西方国家的民主改革是一样的吗 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来说,就是两件事 第1个 减政放权 第2个 逐步的向民主政体 转化 那么如果你不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 那就不算 不算政治体制改革 观点,大家都不要忘记了一点 今年西方对中共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香港事件 正因为有了香港人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才有今天的结果 非常棒 非常正确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